高雄一輛公車正在停等紅燈 突然有一名富人衝上前拍打車門 要司機開門讓她上車 而當時司機揮手示意她離開 沒有想到富人氣到怒喊她有招手 還馬上衝到公車的前方 用肉身來擋車 雙方當節槓上造成交通回堵 公車等紅燈 突然有富人狂門過來拍車門 要司機讓她上車 我要注意這麼多我看不到 但已經過戰 司機揮手說不行 富人追灑火了 我搭不到車你也別想走 整個人繞到車前肉身擋車 司機按喇叭 富人鐵了心就是不讓 擺明跟你槓上 司機只好報警處理 警方一來也傻眼 馬路因為這樣回堵 來車要過只能繞過去 被還有機車啊 他離死停下來後面也是有車子啊 輪車地點就在光滑一路上 公車規定離站不再客 當下已經離站富人要上車 當然沒辦法 但業者往前吊行車記錄器 發現富人看車來的確有招手 是司機沒注意他才追上來 可能我們駕駛長那邊輕哭了 檢方到場協調後 雙方無意離去 司機直接開走 業者將做出懲處 但富人肉身擋車拿命來搏 怎麼看都驚險 相較之下打申訴電話 比較安全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維新易相較賊